上班摸鱼看po文,被老板抓了现行 为了逃避射死,我一不小心穿进了po文里 系统任务改变剧情的不可描述,让po文变成少儿独物 我直呼666啊 家人们,关注艺术太苦了,好不好吗?求求你们啦,拜托拜托 小姨每天分享不一样的小说故事哦,希望大家能点赞支持 正文现在开始 我,社畜,资深职场摸鱼师 但是摸鱼一时爽,翻车火葬场 我上班偷偷看po文,被老板抓了现行 我面红耳赤的听老板训话,脚趾头在高跟鞋里努力的抠着 啊,好想把楼板抠穿,去写字楼外摆摊 忽然,我脚下一空,失重感扑面而来 下一秒,我发现自己出现在一间空荡荡的办公室里 屋子里的陈设异常陌生,身上的宫装也变了模样 挺好,别管我穿越到哪了,总比原地射死强 只听东的一声,办公室的门毫无欲罩的被推开 一个贱眉心目的西装男走了进来 路人家,下午两点开会,你去安排一下 好像不对劲,无意间,我瞥见当公桌上的名片盒 一夜之秋集团,总裁秘书,路人家,卧槽 这不是那篇PO文的女配吗? 我穿进的这本书,叫《霸道总裁霍霍我》 抛开那些车速200麦的不可描述部分 这本书的大致剧情是 年少有为的霸总欧夜,和实习生艾雅相爱了 两个人碍于身份地位之别,不敢执念自己的感情 经过了一系列乱七八糟,稀里糊涂,虐来虐去 乃至于地铁老人看手机的剧情之后 这对鸳鸯凉了,一个举身负钦池,一个字挂东南志 剧情走向就突出一个离谱 但这毕竟是PO文,不可描述部分写得够好 就可以成为我的精神食粮 按照原本的剧情,下午的会议上 总裁欧夜会和实习生艾雅进行一些不可描述的推 笑死,关我屁事 我都穿书了,还让我当社畜 老娘不伺候您类 下一秒,一个机械音在我脑海中响起 你绑定PO文进化系统,懂得都懂 请宿主改变剧情的不可描述 让PO文变成少儿独物 我问系统,如果我不完成任务呢 系统答道,宿主把这篇PO文进化成什么样 现实世界里的这篇文就是什么样 也就是说,假如我把这篇文所有的不可描述部分全删掉 我回到现实世界之后 老板会发现我看的是清水文 我,不用,射死,的,霸道总裁欧夜,是吧 不守难得,是吧 那就守活寡吧您啊 下午两点,大会议室里做了近百人 西装革履的欧夜,手里拿着PPT遥控笔 正准备上台演讲 我知道后面的剧情,那个遥控笔 其实远程控制的是 我瞄了瞄坐在墙角的艾雅 见她红着脸,低着头不敢看人 艾雅,去办公室,帮我把电脑拿过来 我对艾雅说 啊,艾雅震了一下 脸上的红韵立刻少了三分 我知道了,可是,我瞄懂 她是实习生,不敢不听我这个总力的话 但她更不敢不遵从总裁欧夜的安排 欧夜听到了,抬高音量对我说道 脸脸,眼含泪花道,沟总 她只是个实习生,你为什么处处护着她 我乐意,欧夜马上摆出霸总姿态 表情冷漠 我哭着说,沟总,为了一个实习生 您就这么对我,我跟你这么多年 兢兢业业,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欧夜气得拍桌子站了起来 双眼喷火地盯着我,你再废话一句 马上去财务处结算工资 行吧,那我就不说话了 我趴在桌子上,放声大哭 书中说,欧夜听不了女人哭,一听就有反应 所以后来她把艾亚捏成那样,艾亚都不敢哭 果然,欧夜脸都绿了 猛地把手里的遥控笔摔在地上 深吸一口气,就要大发雷霆 看见遥控笔摔得四分五裂 我马上抹了把眼泪 挤出我认为最甜美的笑容 对不起欧总,我知道错了 我这就自己去拿电脑 离开会议室的时候 我顺手捡走了地上的遥控笔碎片 想完职场play,您歇着吧 很快就到了下班时间 按照书中剧情,艾亚会错过末班公交车 只能坐欧夜的车回家 然后就发生了不可描述 我也不知道人坐着是咋想的 下午五点半就末班车,你咋不上天呢 我开着我的小车,离开公司停车场 欧夜的兵力就在前面 看行驶方向,是奔着公交车站去的 OK,行动 我一脚地板油 给欧夜的兵力来了个结结实实的追尾 欧夜下了车 见到肇事司机是我 本就铁青的脸色又伸了几分 我连忙道歉 对不起欧总,我不是故意的 哼,女人,用这种方式吸引我的注意 来了,经典霸总台词 欧总,您误会了 欧夜被打断施法,一脑门问号 欧总,我知道您喜欢艾亚 可她也是我一生之爱 所以,我请求和您公平竞争 三句话,让霸总为我烧掉CPU 欧夜被我创惨了 琢磨了足足两分钟才明白过来 她一开口,霸总气息全无 不是喜欢田总监吗 我记得田墨是男的吧 原剧情中,田总监是路人家的爱恋对象 后来,田总监对艾亚下手 三条腿都被欧夜废了 是的,欧总,我是双性恋 又是长达两分钟的沉默 终于,欧夜想起了她的霸总人设 冷笑着说道 笑话,路人家,你不过是一个秘书 而我是整个集团的总裁 和我竞争,你配吗 我也冷笑着回怼道 要是你没胆量,你可以直接把我开除 这样您就稳操胜券了 从见如流的,那叫明君,不叫霸总 行,路人家,我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果然,欧夜最受不了即将法 她深深看了我一眼 转身上了兵力,飞驰而去 我则开车到公交站,放下车窗 对艾亚喊道 小雅,上车,路姐送你回家 艾亚不敢拒绝 战战兢兢地拉开车门 坐进了副驾驶座 啊,上了我的车,你就别想下去了 小雅,今天是路姐不对 你别往心里去 我一边开车,一边安慰艾亚 看她唯唯诺诺的样子 我不禁心生几分联系 对不起,艾亚,我不想射死 只能委屈委屈你了 哎,小雅,你是南所大学毕业的来着 艾亚用笔蚊子大一点的声音说道 路姐,没上过大学 初中之后就辍学了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我重重地叹了口气 开始托艾亚,没事 这年头学历也没那么重要 咱们公司更注重能力 销售部的沐亚老师 她小学三年级就失学了 现在呢,开的是豪车 住的是别墅 谈个合同随随便便就八九位数 艾亚,我听说你上个月的业绩也不错 加油,路姐看好你 其实原剧情里 艾亚实习的第一个月 只签了两百块钱的单子 本来艾亚就觉得自己配不上欧业 经过我一路的花式 扑恩,她已经在琢磨 怎么和欧业提离职了 等我开到艾亚家附近的时候 天色已经基本黑了下来 我目送艾亚下车 将车子停在离她家不远的地方 敲咪咪的暗中观察 果然,艾亚打了个电话 哭哭啼啼的说了半天 十分钟后 一台屁股被撞得破破烂烂的兵力 以光速狂奔到艾亚面前 两个人还没说几句话 欧业像条赖皮狗一样扑上去 一把抱住了艾亚 我正乐乐呵呵看热闹呢 耳畔忽然传来刺耳的警报声 以及系统的提示 前方剧情少而不宜 请将男女主迅速分离 啥 这怎么可能少而不宜 虽然这地方没什么灯光 可毕竟是在大马路上啊 接对面 欧业撅着嘴 往艾亚脸上凑过去 系统警报声大作 不是吧 轻一下也算不可描述 我左顾右盼 瞧见欧业和艾亚旁边的地面上 有一泡积水 我发动了汽车 在引擎的咆哮声中 冲向那泡积水 刷 后视镜里看得清楚 欧业被见了满身污水 价值六位数的跨栏背心上 全是你点 霸总的威严受到挑衅 欧业完全顾不上身旁的艾亚 掏出相满八心八见的 纯金iPhone14 下一秒 我的手机响了起来 晚上好 欧总 我放慢车速 故作轻松地打个招呼 录匿数 马上给我查一辆车 不管车主是谁 不管他背后有什么样的势力 我都要他付出代价 我满口答应 问道 明白 欧总 车牌号是多少 你再问我 欧业不满道 车牌号自己去查 明天要是查不到 你就不用来了 然后 欧业就很霸道地挂断了电话 笑死 什么信息都不知道 靠什么查 靠算命 现实里的总裁要是兜着智商 别说开公司了 苦茶子都得被忽悠没了 被泼了一身脏水的欧业 霸总的气场也弱了几分 和艾亚聊了几句 就开车离开了 再没有越界行为 呼 安全了 我哼着小曲 准备开车回家 然后我就傻了 原作没交代路人家的家庭背景 我不知道我的家在啊 系统 我家在哪 系统答复道 原作者没明确设定 那答案就是否定 我吐槽道 也就是说 我没有家 系统啊 你可做个人吧 系统也吐槽道 本系统就着设定 就着德行 就着本性 你要么早点适应 要么听天由命 我再次吐槽道 系统 你不押韵 不会说话是吗 系统没说话 看来他不押韵 确实不会说话 我找了家快捷酒店住下 准备回忆后续剧情 提前准备应对之策 警报 警报 男主动作过于劲爆 请宿主多多关照 系统还贴心的 亮起了一块屏幕 欧业正泡在浴池里 他的手正伸向 救命啊 我不想看啊 我马上抄起电话 打给欧业 屏幕里 欧业皱着眉头 擦干了手机听电话 说 欧总 我查看了全市的监控 确定是南宫集团干的 我胡周周到 在原剧情里 南宫集团是 一夜之秋集团的竞争对手 董事长南宫公南 已经和欧业名利 案例较量很多年了 南宫集团啊 欧业冷笑道 陪他们玩了这么久 也该让他们拓产了 挂断了电话 我原以为欧业会起身 去书房整理资料 为这场商战做准备 没想到他的手又伸向了 我再次拨打电话 还有什么事 欧业忍着怒气说 抱歉 欧总 我想提醒您一件事 我急性乱编道 听说南宫公南 有龙羊之好 断袖之痞 我想为欧总 您请几个贴身保镖 特地和您申请一下 原书里没提及 南宫公南的性取向 不过他都叫南宫公南了 爱好公南也蛮合理的吧 欧业应了几声 再次挂断电话 我正准备让系统 关掉屏幕上的影像 去瞧见欧业的手第三次 我别无选择 只能再给欧业打个电话 陆秘书 你到底有什么事 嘿 我没事 是你有事 你有了事 我就有事了 付肥了几句之后 我硬着头皮找理由道 欧总 我想给你唱首歌 唱 霸总欧业吸字如今道 我深吸一口气 扯着嗓子唱到 大 和向东流啊 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欧业肉眼可见的打得哆嗦 手机扑通一声 掉进了浴池里 他的脸色再次变得体轻 仿佛被加了一层BBC滤镜 目睹欧业裹住浴巾 又换上睡衣 我这才安下心来 成功帮大总欧业 打消了繁俗的欲望 想想还有点小开心呢 第二天一早 欧业通知召开全体员工大会 会上 欧业宣布 一夜之秋集团向南宫集团宣战 每个员工都被安排了任务 我领到的任务是 破坏南宫集团的共享内裤项目 往他们的内裤产品上撒风油巾 哈 两个商业帝国的交锋 就是这么朴实无华 原书中 欧业亲自去南宫集团偷公章 被南宫集团的保安扣住 为了就回欧业 艾雅被迫与南宫集团少主南宫灯约会 而这也是两个人产生误会 背道而驰的开端 我没打算阻止 这两人有误会是好事 天天吵架才好呢 果然 当天下午 艾雅接到了欧业的电话 下午好 欧总 艾雅接起电话 忐忑地说 我蹲在艾雅旁边的办公桌下 悄悄竖起耳朵 我知道 电话那边不是欧业 而是南宫灯 你就是欧业的女朋友吧 欧业在我手上 你答应和我约会 我就放过欧业 南宫灯的声音 有种一流的美 刚好和字字阳刚的欧业相反 南宫灯 你在玩火 欧业满腔怒意的声音 也从电话里传来 我叫南宫灯 不叫南宫蜡烛 我不玩火 我玩电 我痛苦地抱住了头 不想再听他们的对话 这是什么沙雕剧情啊 傍晚 南宫集团和一夜之秋集团 交换了人质 南宫灯牵着艾雅的手离开 下巴险些扬到天上去 欧业则坐进了我的车里 双手死死地攥着拳 指节都泛白了 欧总 我们走吧 直到我催促第三遍 欧业才回过神来 南宫灯和艾雅的身影 已经消失在视线里 欧业贪婪在座位上 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篮球 再也没法唱跳rap 去老树 欧业霸总气场全无 柔弱弱弱的呢难道 路人家 送我去老树 老树酒吧 是欧业的产业之一 只要他想用酒精麻醉自己 肯定会来老树酒吧 我记得很清楚 原剧情中 路人家心疼欧业情场失忆 陪欧业一起喝了烂醉 当晚 欧业错把路人家当成艾雅 进行了一些 酿酿酱酱的友好互动 还进行了一些 霸总发十足的 不可描述的play 来了来了 霸总失忆 醉酒失控 多么经典的剧情啊 阿呸 我可不是脑回路 亲戚的路人家 想和我酿酿酱酱 我先给你那玩意 打成酱酱 我开车来到老树酒吧 和失魂落魄的欧业 一起坐进角落里的卡座 一杯马格丽特 一杯马天尼 一杯莫吉托 欧业不看酒单 直接点酒 我心情复杂地坐在对面 心想原作者一定没去过酒吧 看完酒单 我更坚信了这一点 这酒单上 除了欧业点的那三种酒之外 就只剩下雪花啤酒了 算了 那就喝啤酒吧 我要了两箱大绿棒子 准备把欧业灌成偶叶 欧业三口喝干摊的三杯鸡尾酒 霸总气息显露无遗 双目血红地盯着我 我被他看得心里有点发毛 问道 你干嘛 欧业拍了拍桌子 喷得酒气道 你不是也喜欢艾雅吗 为什么你不紧张 他被男公灯带走了 今晚收定就 笑飞 我看过原作 男公灯是女扮男装继承家业 整个一大女主人设 又A又撒的 而且人家也不是蕾丝 我怕个屁 承认吧 你人 你就是在玩欲情故纵 霸总欧业忽然化身董哥 大放厥词道 这么喜欢我 是吗 行 我给你个机会 今晚好好表现 除了爱情 我什么都能满足你 什么都能满足我是吧 我抱起一箱大绿棒子 咣当一声就放到桌面上 欧总 不是要满足我吗 我用舌尖掠过唇风 努力回忆着 破文里经常出现的描述 我就喜欢喝醉的男人 喝得越醉 系统的机械音忽然插了一句 鱼越贵 滚滚滚滚滚滚 欧业吃笑着开了一瓶啤酒 一口喝干 说道 哼 低俗的女人轮到你了 我拧开矿泉水 灌了一大口 回答道 不行不行 我什么档次 跟您喝一样的酒 欧业文言很是受用 又连吹三瓶啤酒 他在那边一瓶一瓶的灌 我在这边目不转睛的看 你别说 你还真别说 这破文男主身材真绝了 两箱啤酒喝完 欧业已经不知道自己姓啥了 女人 你知道吗 迷迷糊糊的欧业对我说 你是第一个敢对我这么说话的人 我开始对你有兴趣了 别借 你还是孤独终老吧 欧业忽然站起来 一把掀翻了桌子 桌子上的酒杯酒瓶飞出去 摔得到处都是玻璃茶 保安队长气势汹汹的走过来 大声喊道 谁在闹事 话音未落 保安队长就发现 欧业是他上级的上级的上级 马上气势汹汹的离开了 嘴里还喊道 那个闹事的跑出去了 兄弟们给我追 欧业完全没注意到 细经上身的保安队长 他眼里只有我 我本能的站起来想跑 却被他拉住 壁咚在墙上 女人 他在我耳畔 用低沉霸气的声音说道 把脸转过来 啊啊啊啊啊啊 硬朗的下颌线 性感的猴杰 汗湿的白衬衫下 若隐若现的腹肌轮廓 哦对 虽然脑子不太好 但如果这不是穿梳 如果不会射死 我真的会累上去 系统警笛声大作 我跟着警笛声 有节奏的左突右撞 想离开欧业的壁咚范围 可欧业也跟着左扭右摇 他好像以为我在和他跳舞 怎么办 我东张希望 瞧见地面上的一个东西 心中立刻有了对策 我蹲在地上 捡起那块泡椒猪皮 凑到霸总欧业唇边 哦总 我可以吻你吗 也不等他回答 我一把将泡椒猪皮 摁在他嘴唇上 他吻得很是动情 我恶心地转过头不敢看 长达一分钟的巴士 失吻结束后 他后退两步 坐回原位 喘着粗气 女人 够辣 我喜欢 在一群保安的帮助下 终于把欧业塞进了车里 我发动汽车 准备把欧业送回到他家里 脑海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 假如我给欧业做个绝育手术 甚至就不会出现不可描述了 系统说 宿主你很特别 请问上班看绝育文学 然后艾雅哭得伤心欲绝 全文变成青春伤痛文学 你想想那是什么感觉 算了算了 我乖乖把欧业送回他家 欧业的豪宅 很符合他爸总的人设 院子大的像公园 泳池大的能划船 大理石当地板砖 两条恶狗门口拴 卧槽 有狗 怕怕 我嗯嗯喇叭 豪宅里跑出来七八的年轻女子 把欧业搬进屋子里 一个身穿保洁服的女子留下来 向我道谢 并邀请我留在这过夜 行吧 欧业合成那样 估计明天中午都缓不过来 我还没住过豪宅呢 就当体验生活了 我跟着女子走到客房 一路上闲聊起来 女子姓江 叫江紫玉 是江氏集团的千金 难怪她举手投足间 都散发着贵气 江紫玉说 她苦苦追求欧业而不得 便退而求其次 应聘了欧业家的保洁 保洁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啊 江紫玉说 而且除了保洁工作之外 我还要为欧总做一道菜呢 什么菜 我问江紫玉 江紫玉奄然一笑 答道 余子将 江紫玉 余子将 行吧 那 刚才那七八的女孩子 是欧总的家政团对吗 我问道 江紫玉点点头 答道 是啊 我们是欧总的家政女团 皈依三宝 我没听懂 什么皈依三宝 江紫玉解释道 保镖 保洁 保母 姐妹们都是欧总的追求者嘛 所以共同语言比较多 我心中咯噔一声 坏了 万一谁趁着欧业酒醉 上去亲一口 我岂不是要射死了 我撒腿就跑 直接冲到三楼欧业的卧室 幸好 皈依三宝的小姐姐们 碍于霸总欧业的威严 不敢上前动手动脚 抱歉 各位 有份文件需要欧总签字 麻烦各位回避一下 穿着黑西装的保镖小姐姐说 抱歉 我是贴身保镖 必须保护欧总的安全 哈 她去偷公章的时候 你咋没贴身保护呢 穿着保姆服的保姆小姐姐说 抱歉 我负责欧总起居 必须时刻陪在欧总身边 笑飞 还负责起居 她都喝成一坨了 根本就起不来好吧 喘得粗气 刚赶来的江紫玉小姐姐说 抱歉 我负责打扫欧总卧室 必须时刻保持一尘不染 啊对对对 不知道刚才谁在客房和我聊天来着 我大声对他们说 抱歉 我是欧总的秘书 这份文件涉及到 一夜之秋集团的生死存亡 而且是关于涉密项目的 你们必须回避 陆秘书 我连忙关上房门 锁上我看见的每一把锁 确定门窗全关死了 没人能闯进来 我这才松了口气 哼 肤浅的女人 你就这么想独占我 欧耶的声音 骤然在我背后响起 我颤颤巍巍地回过头 发现欧耶就站在我背后 双手抱胸 然后有兴趣地看着我 啊啊啊啊 完了 玩犊子了 外面进不来 我也出不去了呀 你你你 你醒酒了 对呀 欧耶轻笑着说 我醒酒比较快 你不知道吗 卧槽 我想起来了 欧耶的设定 的确有快最快行这一条 但是 谁TM看的po文 会关心男主的酒量啊 恭喜你 你人 你抓住了机会 欧耶一颗颗解开扭扣 露出刀销般的肌肉轮廓 你求我 我就给你 我求你个香蕉苹果大压梨 那个 那个什么 我竭力思考着对策 恨不得给大脑装上散热 有了 抱歉 欧总 我突然想起来 来那个了 幸好幸好 人坐着没把欧耶写成渣男 欧耶满脸疑惑地看着我 他理解了我想表达的内容 却不太能理解我的思维模式 既然这样 女人 我们就换一种方式 欧耶站起来 走到书架旁边 伸手将书架上的某一本书 抽出了半截 咔咔咔咔 沉闷的机械传动音响起 书架开始向侧边滑动 我瞬间想起来 这是 原作里提到的不可描述play 书架后面的空间 渐渐出现在我眼中 满墙挂满了 或长或短的不可描述 房间正中央 放了一个金刚铸成的不可描述 许多个不可描述的架子 摆在房间的各处 别人家男主 最多是白漆黑 为什么欧耶切开来 是50度灰 进去吧 女人 你自己挑起来的火 你要负责命 欧耶的语气 竟然夹杂着几分期待 可是我不期待啊 余光聊到了贴在墙上的隔音棉 我集中生智 哦 总 我想先打个电话 欧耶指了指阳台 示意我去那边打 我挪动着发软的双腿 跑到阳台 拨打了三个数字 半小时后 面色铁青的欧耶 指挥皈依三宝家政团 拆除不可描述房间的不可描述 欧先生 消防安全重于泰山 咱们这种装修风格 但凡有一点火星 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您的特殊爱好 我们很理解 但休闲娱乐活动 一定要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之上 没错 我给消防打了电话 举报欧耶家有消防隐患 本来就有嘛 半一不可描述的时候 路人家 你被解雇了 记住 再也不会有任何一家公司 敢聘用你 欧耶强压着愤怒 一字一顿地对我说道 送走消防队的同志之后 我被赶出了欧耶的豪宅 嗯 至少我成功阻止了一场 不可描述事件 我问系统 系统 我还要多久才能通关啊 系统答道 别吵 别闹 我也不知道 这世界这么美好 何苦自寻烦恼 我好想掐死这个尬牙系统 离开欧耶家 我又在酒店凑合了一宿 天一亮 我直奔南宫家族的别墅区 敲响了南宫灯的家门 南宫姐姐 早上好 她慌忙做了个虚的手势 左顾右盼 确定没人发现 这才挥了挥手 示意我跟在后面 我跟着她 一路走到地下室里 她繁锁好房门 这才开口问道 你是谁 谁派你来的 你想要什么 南宫灯的女扮男装技术很拙劣 理论上是个人就能看出来 但由于原作者没这么写 所以除了我之外 没人能辨别她是女儿身 说读剧情的我 自称是重生者 把所有关于南宫家族的剧情 都讲了一遍 南宫灯显然是个爱看小说的 很快就接受了这样的设定 我们达成了一致 我帮助她继承家业 她帮助我追求艾雅 三天后 我和南宫灯一起参加了一场慈善酒会 我对外的身份是南宫灯的助理 上流社会的酒会就是不同凡响 奢华的桌子上摆满了马格丽特 马天尼和莫吉托 看来原作者只知道这三种鸡尾酒 欧叶带着艾雅也出现在酒会上 两个人表情冷淡 谁都不理谁 原作里 艾雅和南宫灯约会之后 欧叶很是吃醋 一方面和南宫家族打伤战 连续弄死了南宫家三棵发财术 另一方面和艾雅冷战了许久 直到南宫灯的女扮男装身份被揭露 才开始追欺火葬场的剧情 艾雅你好啊 南宫灯上前和艾雅打个招呼 两个人聊了几句 欧叶直接进入暴走状态 一把将艾雅推到南宫灯怀里 灯总 你既然这么喜欢这个女人 那就拿去好了 说完 欧叶转身就走 仿佛艾雅是一件可以随手丢弃的物品 呵 物化女人的败类 欧叶和原作者都是 我在心里骂道 欧叶走后 艾雅做完一套名为失恋的连续剂 开始用酒精麻醉自己 一杯杯马格丽特 马天尼和莫吉托倒进嘴里 脚步也逐渐亮腔 在原剧情中 此时男配唐渊会出现 趁艾雅直威 对艾雅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但我和南宫灯 预判了唐渊的行动 安排人给唐渊送去了一份5000万的合同 唐渊沉迷赚钱 哪还顾得上艾雅 于是 带着最久的艾雅离开的人 变成了我 一个眼睛里容不得半点不可描述的铁侄女 我背着顺鼠的艾雅 在酒店开了个房间 我用艾雅的手机 给欧叶发一条消息 欧总 好热 好晕 救我 顺便附上了酒店地址和房间号 果不其然 欧叶马上咬钩 油门踩得震天响 宾利被开成了F1赛车 欧叶破门而入时 我早就离开了现场 正在隔壁和南宫灯听墙根 靠谱吗 南宫灯问我 绝对靠谱 我坐在摇椅上 敲着二郎腿 老神在在地说 系统的警报声又一次袭来 系统又一次贴心地为我打开了 只有我能看见的屏幕 欧叶正坐在床边 用满是血色的双眼 凝视着熟睡的艾雅 鼻息越来越沉重 手臂上 脖梗上的青筋都在秃秃地跳着 仿佛下一秒就要扑上去 就是现在 我摁下对讲机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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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秒 艾雅房间里的灯灭了 只有诡异的暗红色射灯 散发着微弱的光 吸吸吸 砰砰砰 房间的角落里 响起立鬼的怪笑声 以及皮球的拍击声 走廊里当的传来一声裸响 一个沧桑的声音音唱到 香气赶尸 沉重的声音在走廊里回荡 好吧 其实是一群保安在有节奏的跺脚 这家酒店是南宫家的产业 在南宫灯的安排下 隔壁那个房间 被装上一系列闹鬼设施 没错 这一次我要主动出击 提前消灭欧叶的繁俗欲望 欧叶还算个男人 虽然内心怕得不行 但还是抱起了艾雅 这才跌跌撞撞往外逃 目送欧叶和艾雅远去 南宫灯对我说 看来欧叶对艾雅的感情是认真的 姐妹 于是我提前摆通了寺庙里的老和尚 给他塞了一打钞票 美其名约是献给佛祖的 施主 贫僧看你印堂发黑 可是撞见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老和尚在前店忽悠欧叶 我在后店乐得直蹦高 轰 啪 啊 什么动静 我刚想出去偷偷看一眼 面色常年铁青的欧叶走进了后店 路人家 我就知道是你家搞鬼 在酒店的时候我就想了 要不是怕伤害呀 我当场就废了你 一个光头凑了过来 打断了欧叶的霸总演讲 路施主 挨打得额外算钱 欧叶从西服上衣里摸出来一把钞票 砸在老和尚脸上 滚 送走了老和尚 欧叶一步步把我逼到了墙角 女人 如果你是故意想激怒我 我告诉你 那你成功了 欧叶一把抓住我的脖子 眼中的怒意越来越盛 我连忙问系统 系统 我要是在书里嘎了 会返回现实世界吗 系统回答道 这里不是梦境 你的意识具有唯异性 死了就彻底失去生命 这是神的规定 我靠 侧步 提膝 致命打击 欧叶立刻化身武当派弟子 碰得满地打滚 我夺门而出 头也不回地跑 既然已经和欧叶撕破脸皮了 我索性名牌出招 我让系统24小时 实时显示欧叶的行踪 在南宫灯的帮助下 不断破坏他的不可描述计划 欧叶要把客房租给艾雅 开始同居生涯 我马上举报群租房 两个人开车外出 准备找个无人角落 酿酿酿酱酱 我一声令下 潜伏在黑暗中的月夜车队 齐齐打开远光灯 欧叶想带艾雅去国外旅游 我安排人写了一大堆 国外嘎妖子的文章 给艾雅量身打造信息检房 下班时间 两人气氛到位 决定来一场办公室play 恰巧楼下广场舞大妈们 换上了新的扣音喇叭 好远来的歌声响彻天际 一个月后 南宫公男被爆出不可描述的丑闻 迫于舆论压力 卸任南宫集团董事长一职 出身旁之的南宫灯 从继任者中脱颖而出 成为南宫集团新的掌舵人 并公开了自己的性别 一夜之秋集团这边呢 欧叶卸任总裁一职 整日奔波于南科医院之间 没错 不可一世的霸道总裁 杨伟了 他奔赴全球 求医问药 却始终没能重振雄风 最终 欧叶理解了 什么叫杨伟是男人的福报 彻底抛弃了世俗的欲望 他顿入空门 诚心向佛 法号欧叶 艾雅离开欧叶之后 封心所爱 一门心思搞事业 不仅成功转正 还被破格提拔为 营销部副经理 检测到宿主已完成任务 这篇文被净化的一塌糊涂 系统提准宿主踏上归途 一道白光闪过 我回到了我的办公室 老板还在喋喋不休 你说你的小姑娘 上班看小说也就罢了 竟然还看这种不健康的 我不服气 挺直的腰杆大声说道 不健康 这只是一篇言情清水文 哪里不健康了 萧飞 这篇文所有不可描述 全被我洗得干干净净 哪还有半点不健康的地方 飞说不健康 那也是主角的精神状态不健康 老板冷笑一声 当着几十名员工的面大声道 这篇霸道总裁霍霍我 就是我写的 尺度有多大我能不知道 我和几十名同事都目瞪口呆 邱总 您对呀 欧夜的公司叫一夜之秋集团 欧夜的夜 邱总的秋 卧槽 坏消息是 我还是射死了 好消息是 邱总陪我一起射死 至此全文完 感谢阅读